2020年10月1日是香港国歌条例及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国庆日 香港部分大中小学当日上午都纷纷开展升期礼及庆祝活动 香港教育界共同筹办的香港教育界庆祝国庆71周年升期礼 当日上午在香港培桥小学举行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 香港教练会主席黄景良 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毅成等均出席 当天上午九十整雄壮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礼堂 黑桥小学的起手们在国歌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 以饱满的热情庄严的护卫五星红旗进入礼堂 师生以及来宾们集体性注目里 无论在哪个地方在哪个时间去做一个星期来 其实都是代表了我们在国家的一份子 我们是应该尽量把握机会在学校里面 都是多做一些星期的活动 这个是更加能够帮到我们的学生 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 提升对国家的归属感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是香港特区的限制责任 也都是所有市民 包括了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的共同义务 香港香岛中学以及香港公开大学 同日也举办了升旗仪式 面对庄严的升旗仪式 两位校长均表示 对教育的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生活起点里它本身是一种仪式化的教育 它本身也是一种教育 因为我们平常说教导学生 更一波的是集中在一种知识的传授 对不对 是一种理性化的教育 给予学生一种庄严感 一种仪式感 其实是一种感性的教育 今年的国庆节是特别有意义了 最近成立了个国安法 使到香港的同胞们都更加了解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次 使到香港特别是青年的学生 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 认识自己的国家 也建立对自己国家的情怀 担任香岛中学升旗里 对队长的雷同学称 参与升旗里感觉很难忘 这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推动力 对于他而言 成为队长是一份荣耀 也给了他很大的自信 不少参与升旗里的同学已表示 很开心 很兴奋 我感受是很难忘 因为我们刚刚复伙 大家都很久没见 我们近乎九个月没有报过操 所有人都几乎有点山梭 我们需要花上很多的时间 去重新warm up 重新训练 才可以做回刚刚的程度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 星期内我和其他同学 都带来一种推动力 开心 很开心 又是国庆 又是中秋 国庆可能就会少了一些人破坏 国庆就会觉得开心一点 很愤怒 很愤怒 你后果只是想自己 不会想其他 会 尊重国家 不会乱唱国歌 还有不会保护国旗